《極 grounding》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江國家公園解說員陳英長 歡迎大家來到台江國家公園 今天帶領大家來認識的地方是 色草湖及鹽水溪口濕地 台江國家公園的露域範圍 便是從鹽水溪的這條南體為界 以北延伸至青山與港 湿地具有調節洪流的功能 並且孕育了豐富的自然生態 而鹽水溪口湿地是國家級的湿地 它的範圍包含了由 運沿運河、鹽水溪及嘉南大牌 汇流而成的這一大片水域範圍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我身後是鹽水溪的出海口 那鹽水溪古時候稱為新港溪 與四草湖同樣是台江內海的一部分 作為當時人們和商船的出入之處 那台江內海位於台灣的西部 台灣的西部因為是許多河流的出海口 河流從上游夾帶了大量的泥沙 造成西海岸的漁積入化 也造成了台江內海的漁積 那台江內海的漁積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 清朝道光三年的一場大風雨 造成了鹽水溪 北側的曾文溪改道南流 泛濫成災 曾文溪也從上游夾帶了大量的泥沙 注入了台江內海 使得台江內海變成了海埔新生地 也形成了今日的昆森湖四草湖 與七谷細湖 那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 也有人為的因素 在清朝的時候為了防止外人的入侵 蜻蜓使用了塞港政策 利用了大量的疏殺 魚射港道 加速了台江內海的入化 大家可以想像當時是許多船隻聚集的 台江內海因此走入了歷史 安平大港因為水深不足的關係 當時的商人將大船停泊在四草湖 然後將洋航設立於今日的安平 但四草湖因為河岸的地形變化 加上從鹽水溪夾帶了大量的泥沙 很快的造成了淤積 航道也因此變得不穩定 雖然後來經過了疏通 但是也只能通行小船 這個港口因為逐漸淤積的關係 逐漸喪失的港口價值成為廢港 沿水溪與嘉南大郡流出了淡水 在河口與海水相會 形成了植物及貝類適合生長的環境 這裡的植物以紅樹林為主 主要以藍鯉、海茄冬、五鯉角等 紅樹林是海岸防潮定沙的優勢樹種 這裡的動物則以玉科、橫科、陸科、艷鴨科的鳥類為主 另外這邊也記錄有珍貴的黑面皮露 與繁嘴痕等候鳥接在此地休息密室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後方的紅樹林 有鹿絲群在上面共同築草的盛況 我現在所站的位置稱為四草大橋 是當地四草里居民通往台南市區的交通要道 向東我們可以看到岩水溪及四草湖 向西則可以看到海天相連的台灣海峽 歡迎大家不妨走一趟台江國家公園 體驗豐富的自然生態及遙想幽遠的人文歷史 台江國家公園歡迎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